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纳指上涨 龙头缩量 CCL募资 带崩游轮股 航空不跟 金融板块异常 首先看一下时间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9月15号下午的7点35分 今天周二 那么今天的盘中交易 指数层面呈现出了分化 走势非常的不一样 道指今天是高开低走 但是今天的纳指走了一个W型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 今天整体纳指中的龙头股 也是呈现出了 不一样的一些迹象 苹果这边 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出来之后 整体市场的预期 是符合预期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亮点 所以苹果的股票 今天也是一个高开低走 而且苹果是出现了 一个放量的状态 整体实际上高开之后的 一个下跌 那么在其他的科技股 龙头层面 今天反而是出现了 缩量的状况 尽管今天纳指 综合和纳指100 都在走上行 但这里边有一个信号 大家还是要去捕捉一下 就是龙头股这边 无论是Facebook 亚马逊 微软还是谷歌 都是出现了缩量的状况 那么这个缩量 目前看起来 它代表着市场 在科技股权重这边 目前看起来反弹的力度 还是相对较弱的 所以纳指到底能不能够 守住之前说过的 60日线的位置 目前还是有在观察的 那么今天纳指上涨的 其他的一些股票 主要是包括像一些 医药类的板块 今天涨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带动了指数的上行 但是龙头股这边 它的缩量状态 大家还是要提高一下警惕 在日线级别的缩量 通常我们说缩量的反弹 代表着这种反弹的力度 是相对较弱的 那么这种反弹的幅度 到底会有多大 还是说现在就可以在60日线 附近止跌了 能够上行了 那么这个市场 现在目前是两种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更加倾向于 目前仍旧只是一个反弹 因为从成交量水平上 现在看起来不是太好 所以这种情况 代表着市场的焦头 在龙头股上 也是比较的清淡 仍旧只是少量热点板块的 和热点个股的一些 个别的表现而已 所以在目前的状态下 仍旧对个人的整体的 资金和仓位的保卫 我这边还是相对会一个 比较谨慎的状态 那么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 市面上发生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多 也特别的杂 我也尽量和大家多说几个 不一样的板块 不一样的一些点 给大家看一看 你可能对于整体市场的感觉 会有更多全面的认识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有一个板块是邮轮 今天邮轮板块的跌幅 整体跌幅非常之大 特别是CCL嘉年华邮轮 今天盘中的时候就跌了10个点 那么CCL为什么会一下跌这么多呢 首先那么今天有一个新的更新 是对于三季度整体的一个预期 那么CCL这边预期亏损是三季度29亿 而且四季度平均的每个月的消耗现金 大概是5.3个亿 其实这个还不是说 CCL下跌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这种亏损是之前在上个季度 实际上就能算出来的 因为现在整体邮轮行业 有部分的重启的规划 但是全面的大范围的重启 还是遥遥无期的 特别是现在大家看到 疫情的反复的状况 疫苗一天没出来之前 大家一天没有用上之前 整体对于邮轮预定上 这是一个压制 所以邮轮板块几乎是每天都在花钱 每天都在烧钱 它和航空还不一样 一会儿我再讲航空 那么这个邮轮板块 CCL这边 它今天下跌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CCL这边说 未来应对更加极端 或者说未来的不确定性 准备要去募资10个亿 大家知道现在 CCL的总的市值一共是111亿左右 那么它去增发募资10个亿 以这种增发的形式 相当于是将它的股权 稀释了接近10% 所以咱们看到 今天盘中的表现 直接就下跌了10% 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市场定价行为 你募资10亿 然后稀释10%的股份 那OK 那我们这个股价对你的这个预判 那肯定就要这个适当的 要调低一些 实际上对于其他几家 邮轮公司来讲 今天都是被CCL给带下来的 CCL这边是率先做出了一些反应 继续去拿更多的现金 去应对这场危机 那么其实从今年的 整个疫情开始到现在 邮轮板块 航空板块都一样 都是在大量的募资 这个里边大家还是要去区分一下 邮轮板块 你要去看看它的现金 看看它手上持有的现金 看看每个月消耗的现金 大概能维持多久 然后你去预判一下 目前整体的疫情 还能够持续多久 邮轮这个行业是一个资产非常重的 它和航空一样 都是属于资产 船飞机都压在里边 很多都是把船抵押出去 然后继续进行贷款 那么现在该抵押的也抵押了 该消息变卖的船队也变卖了一些 现在通过募资 这个也是不得已的一个行为 所以邮轮板块整体的大的前景 还是比较凶险的 比较凶险 我只能说 特别是现在目前市场预期在 今年的年底和明年年初能出现疫苗 还有一个盼头 有这么三四个月能盼得了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中间 疫苗出不来 或者说有别的疫苗 对人体有一些不良反应 大家说可能安全性不好 大家也拒绝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可能对于邮轮板块 整体这个行业来讲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了 因为邮轮是属于消费必需品 它是可用可不用的 并不是说必须得用 它和航空不一样 所以今天的邮轮板块的整体下跌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它整体后续 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利空出来 因为它这么一做的话 其他的邮轮公司有可能会跟随 因为大家的现金都不是特别好 老实讲 但是今天航空板块 就相对就好得多了 今天几个大的航空公司 除了美国航空 今天是微微的收跌之外 你看今天达美西南联合大陆 今天都是收涨的状态 今天都是没有下跌 也没有跟邮轮板块去走 为什么呢 因为航空业咱们说 它和邮轮是有本质区别的 尽管我们以达美来举例 达美现在的客运量 目前的整体的客流量 和去年同期相比 只有去年的30% 其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差不多 大家也都是半斤八两 谈不上好 但是它和邮轮比 它有现金收入 它有钱在挣 它能够抵消掉一部分的支出 它并不是完全的坐在家里吃老本 所以航空业相对来讲 这是第一个 它有现金收入 能够更加的抵御风险一些 只能说相对航空来讲好一些 这是第一个 它和邮轮的不一样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咱们说10月1号 是美国的这几个大的航空公司 政府救助 就是到协议里边救助了 之前给了一笔补贴 这笔补贴是要求 在10月1号之前不能裁员 马上随着10月1号就快临近了 还有半个月 那么如果政府没有新一轮的救助 他们就会裁员 所以现在市场对于航空股相对来讲 在现在价位比较扛跌 也是在押注联邦救助 新一轮的联邦救助 这是第一个押注点 那么到底会不会有救助呢 很多人说可能不会有 因为现在别说航空业的救助了 就连美国的财政刺激计划 两党之间都无法达成协议 现在都在那干耗着 很多人说 现在有可能在整个大选之前 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新一轮的财政刺激 因为两党的分歧实在太大了 一边只给几千亿 一边要给几万亿 那么最终 这个都是要由财政来负担的 由下一届政府将会出现 非常重大的财政的大窟窿 这个是对于后期的一个执政 都会产生影响的 并不是说大家随便大笔一挥 写上几个零 给把钱一拨就完事了 不是这样 政府运行也需要有钱的 它的钱也不能说凭空多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航空救助到底有没有 有的话对于航空业肯定是个利好 大家也在压住 好 就算没有 那么航空还有什么 有可能会帮助它 能够去抵御股价的大幅下跌呢 就是裁员 咱们说过这个十月份之后 即便没有救助 那么裁员也会去 让航空公司的支出减少 减少了开支 其实变相的是 稳固了它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航空业来讲 它其实 航空公司来讲是一个利好 当然了 对于大量失业的民众来讲 那就是一个悲剧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公司 公司运营 它有自己要生存之道 它首先要保证 自己的公司能活下去 所以在这几个方面来讲 航空业相对于 邮轮板块来讲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尽管他们都受到 疫情的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航空呢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 还是有比较多的资金 比较多的人 也在压注在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水平上 基本上就是上下 10%的一个价位水平 一个浮动上 所以航空业这边 仍旧有的看 不管给不给补助 10月份之后 其实对于航空公司来讲 都是存在机会的 再加上年底这边 有可能会出来的 如果疫苗真的出来了 明年大家都能够接种上了 那对于航空业的复苏来讲 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现在航空业 确实已经跌到地板上了 你说往下还能跌多少 20%差不多了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小的航空公司 账面上趴着的 现金不多的航空公司 大家还是要慎重选择 不是每一个公司 都能够拿到补助 也不是每个公司 都能够成功融到资的 该破产的 还是有破产的可能性 从长远来讲 但是短期内 这几个大的航空公司 像美国航空 达美 西南联合大陆 这几个在大选前 还肯定破不了产 或者说破产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个是从 选择的安全性上来讲 大家应该去优先 选择的一些航空公司 从板块上来讲 如果你认为 航空和游轮 都是值得选择的 那么其实航空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因为游轮公司那几个 它不是美国公司 那些大的有些 它没有办法拿到 美国政府的补助 所以大家自己要知道 你在投这个板块的时候 你投的是什么 投的大概的周期 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还有一些机遇是什么 好吗 因为我个人 也是持有美国航空的 暂时也是持有 暂时不动 因为是做了一个 发远前的一个波段 好吧 好 说完了这个之后 再来说今天市场上出现的 另外一个比较异常的信号 就是关于金融股的下跌 今天整个的金融板块 都在往下走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摩根大通跌了3.11个点 高盛跌了1.66个点 包括你像美国银行 跌了1.83个点 花旗不用说了 跌了6.94个点 连续两天的跌幅都超过5个点 是因为花旗的基本面最差 也出了较大的利空 那为什么摩根大通 高盛 这些银行也跟着跌呢 而且今天是放量下跌呢 一个小的消息 其实我们说这个消息 它并不足以 让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反应 摩根大通今天是有一个 关于Q3的一个展望 下调了净利息收入 这是第一个 那么从大的背景上 整个金融板块里边还有保险行业 保险行业是因为今年 美国在整个西部的森林火灾 今年造成的损失的 保险的赔付金额 要比去年要多 有可能会跟2017年差不多 所以整个保险行业的 整个的利润状况 可能因为这次伤火 会受到影响 然后加上摩根大通这边 下调了净利息的收入 对市场会有一些冲击 但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去提高一些警惕 通常金融行业 它是什么呢 就春江水暖压先知 金融行业对于整体市场的稳固作用 无论是在哪个金融市场 无论你是在哪个股票市场 是在美股也好 欧股也好 澳洲股票也好 还是A股也好 金融板块是一个 非常要稳定盘面的一个板块 那么这个板块 今天在相应的利空消息幅度有限的情况下 表现的比较激烈 而且成交量是在放大 我个人对这里边可能还得去更多的去研究 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未被挖掘的一些信息 但是这个信号是不太正常的 我告诉大家是不太正常的 而且我们以摩根大通来举例 摩根大通这个位置 我之前给到的一个 一个我会建仓的一个位置是在90到99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今天你看 它一下就跌破了在过去的几天 这是从 这是几号以来 这是从8月 从6月 从这个8月 8月份以来 就是在20天之前的一个低位 那么这种幅度的下跌 快了一点 走得太快 而且整个的在下跌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反抗 能看得出来抛售是比较急的 所以银行这边会不会是因为其他的 或者说是明天 我们说是在应该是周三的下午2点和2点半 美国东部时间 美联储这边会有一些消息释放出来 会不会银行这边已经提前的洞悉到了 或者揣测到了美联储的一些想法呢 这是我可能会比较略微有一些担心的地方 就是由于马上美联储的新的议息的会议 决议利率决议和新闻发布会就要召开了 银行的消息是最灵通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会不会有机构 会不会有人已经洞悉到了对于市场的一个利空 或者对于金融行业的一些利空 所以在这点上 本来我是在90到99准备去建仓摩根大通 或者是高盛之前也给了一个点位 是在195到204有可能会去建仓的 暂时我会稍微缓一步 稍微的等一等再说 好不好 所以这个消息我也是传给传递给大家 我等一等我看一看 美联储在出来这些消息之后 在整个明天消息出清之后 市场的一个反应再去做决定 希望大家在这个盘面的目前的表现下 也更加的稍微谨慎一些 说到谨慎 那么我对于个股也是做了处理 今天的跟谁学是已经 GSX是已经达到了我的位置上 止盈离场 让它去离场 之前111做空的 现在不能再继续做了 因为整个的趋势 它的技术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离场 整个获利是20多个点 不算很多 在那部分仓位获利20多个点 然后值得一说的 还有一个是跟大家讲一下 之前一直在说 说联邦快递 它的业绩可能会对于 整体的工业运输板块产生影响 联邦快递 今天旁后的财报出来之后 非常的爆棚 一句话解释 联邦快递在这个季度的 这个季度属于联邦快递的Q1季度 它是以它的财年来计算 属于它的Q1季度 它的财报出来的是个什么感觉呢 它一季度的EPS每股收益 就已经是接近于去年全年的 每股收益了 去年的话整个全年才4块9 那么现在这次出来已经4块7毛5了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季度完成了去年差不多一年的收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利好 对于它的股价来讲也是在今天的盘后也是飙升的非常的快 但是我个人告诉大家 我个人是已经把联邦快递在今天是直接给卖掉了 今天卖掉了 很多人说那你卖掉干嘛呢 是这样的 联邦快递尽管是非常的好 我是之前在189就进场的 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边差不多 189到现在今天卖掉的225的位置 255的位置 差不多有将近40个点 我在227的时候曾经卖过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在今天全部卖完盘后 你不是说有大利好吗 为什么要卖掉 是这样的 因为联邦快递目前在旁后的上涨的价格 大概在255 260这个位置的价格 已经是联邦快递在目前市值的一个顶棚 就是往顶头打的一个顶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在下个季度 它的EPS每增加1块钱 大概会往上走40美金 如果EPS往下走1块钱 大概会往下掉40美金 总体上来讲 联邦快递整体它在210美金以上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状态 但现在由于财报已经出完了 下一期的财报要等三个月之后 所以这一段过程之内 我并没有准备去继续去拿它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做很长的长线的 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联邦快递这边 它的理论上按照现在的 它的增长的预估的话 它的价格应该是要高于230美金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明年这个时候高于230美金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多的话 应该会达到300多美金 340 350 但是那是明年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位置的价格 消息出清之后 我就暂时离场了 因为这一段做的够多了 40%的一个盈利 我不需要再去做更多 因为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调 因为它完事之后 在未来的三个月 它可能会有一个15%到20%的回调 都是合理的 因为我说到 现在的估值是它的一个极限 顶部的一个估值 256 260左右 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上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呢 再加上大盘 我说到了 我目前的情况是想把仓位给空下来 因为我对大盘目前的反弹状况 继续上行的状况呢 持一个谨慎态度 所以我见好就收了 好吧 所以这是我对它离场的一个大的一个宗旨 把我的仓位更低的降下来 用来布局一些 后面还有一些快要启动的一些板块 好 这个呢 就是我和大家带来的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今天的内容比较细碎 比较的杂 但是呢 也是需要挨个给大家说到的 因为很多朋友呢 可能都比较关心 就简单的带几句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节目 打开小铃铛 多多的点赞 按转发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明天的盘后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